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仍然是摇摇摆摆自得其乐 因此深得封子凯的喜爱 带着童贞与乐观 封子凯在书画 文学 散文 翻译等领域都取得了不少的建树 前一阵高晓松祝福孩子一句话引起了热议 愿你一生温暖纯良 不舍爱与自由 在我看来 封子凯的这一路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写照 茶余饭后去谈历史 锁定新东力600国际台 世界触手可及